Hello 各位好 今次回來玩新的改版 隨著上至721版本完成之後 我就去找改版 每次都找不到有什麼改版 最後我決定試玩一下 其他看看有哪些好才繼續 大家也可以告訴我哪一隻可以 我現在就選了這隻聖灰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的圖會變成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我又來了 遊戲操作 我得到了Pokemon 有多少人記得 我深深印在我們童年記憶中的一個 立喊 如果你大網 本作就會帶你到童年時代 找回遺失的美好 你是來自上班陣的一個年輕人 你已經十歲了 就可以拿這個證書 你由這個大目博士拿到自己的精靈 一起快樂成長 這樣你會遇到一些磨難 什麼叫種種磨難 或者是被人取笑 被其他人打低 但不要灰心 OK 這句話應該是給小字聽的 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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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字的名字是ASH 最冒險 OK 這個應該是根據動畫 好 電視直播間一場比賽 不過為了趕時間 最好快走 緊鬼 以及在打那隻 尼多力羅 即是尼多中間那隻 這個睡衣有沒有換 不換 小字 你還要玩多久 小字 11點你睡覺 睡覺前要穿睡衣 一定會換睡衣 很乖 小字 很乖 小字 每一晚都要穿睡衣 哇 很醜 哇 卸妝真的不一樣 很醜 小字 我夢到他獲得第一隻 我陪了這個 總之真的太容易了 對於新人來說 是完美的選擇 等一等 車里龜好像不錯 喂 再等一等 或者小火龍才是最好的選擇 突然在夢中醒來 我再看電視 新聞報道好像是精靈比賽已經結束 打了一整晚還不結束 好 小字媽怎麼辦 喂 小字不要再賴財 你要快點 阿彈牧在等你 好了 但我現在找大個博士 嗯 在這裡 喂 你去哪裡 你一定是小字 第一天就拿了刺刀 小字失為我的競爭對手 你一開始太失敗了 我已經拿了精靈 你沒有 現在我已經拿了最厲害 因為我一夜就是彈牧博士 小貿我現在要開始這個訓練家之旅 拜拜 小字 OK 好 好了 咦 如果進去是什麼地方 嘩 可以拿這些用嗎 很棒 帶給這些 咦 這裡有給家超 海外獸大力 嘩 咩咩咩怪 還有傻 OK 喂小字你打算一起旅行嗎 好像其他訓練家一樣 你想要一隻精靈嗎 但是你好像不打算開始你的訓練之旅 你準備好就好 如你所願 是不是要我先換衣服 OK 我希望我沒有睡過頭 但現在要選擇其中我的精靈 是不是真的要 好 好 那隻已經被其他訓練師拿走了 好 不要緊 我想了很久都是決定 赤你鬼 那個都被準時的訓練家拿走了 不要緊 因為我的精靈是小火龍 是新的 製造生的杖有蟲吃 精靈也是 那我現在怎樣 所有精靈都被羅斯道的訓練家拿走了 雖然還有一隻 但是 那隻精靈是有點問題 那隻精靈 不管怎樣 快點給我精靈 阿米加超 你是不是要訓練 要我跟打否 那就馬上爆機 立即沒法玩 這是電力鼠,怕醜來向不親近人類,碰到電死你 這個錢變禮,圖鑑和精靈球 這個精靈圖鑑自動記錄你的預見和捉到,都是高級東西 你第一次碰到精靈的時候不知道,一定要捉到才知道 當精靈出現的時候,要通過戰鬥減弱他,然後扔精靈球 不一定可以,滿狀態的精靈依舊會逃走,或者要看運氣 比卡超很麻煩,但時間不等人 很噁心,我想穿上衣服,可以嗎? 咦,Mine 小智奧,你終於實現了你的夢想 你要作為一個訓練家出發,但我會想著你的 這個跑步鞋 我怕他一開始給了很多東西 還有這個地圖,以及很方便的語音檢測器 我記得還給了這個膠手套 這是你的精靈嗎? 我還以為所有的精靈都應該在這個精靈球 為什麼他沒有,真的很奇怪 祝你好運 最後不要忘了,晚上睡覺要穿睡衣 我知道你現在很興奮,我愛你兒子 最後一刻 好,為什麼不能跟比卡超一起走 現在我們繼續走 咦,怎樣 噢,野生的波波出現了,去吧比卡超 然後我記得是不同的,不打嘛 這一場,比卡超走,爬上樹 比卡超爬上樹,拒絕戰鬥 野生波波飛走了 好,要玩這隻可以不用 那個動畫可以 真的不用怎麼看都可以 因為這個劇情應該都 都跟著那個動畫 那大部分應該跟著 OK,你不能丟掉比卡超走 比卡超現在丟掉了 等一下,野生出現了,攻擊比卡超 不可以 這裡我不是要輸嗎 其實 對,我要輸的 這裡 不,他不讓我出 出電技 出了出了 好,他在旁邊裝傻 比卡超 好,好危 哇,如果我是小子 真的打死比卡超 竟然是這樣的 烈獎被人弄破了 看來,很生氣 他現在叫人來幫忙 脫計打人 小子抱著比卡超快速地逃走 走啊走啊 這裡怎麼走 咦 怎樣 走去哪裡 先看看 現在應該要找小霞 然後撞下他 咦,上面有一條路 不是啊 嘩,可以游泳 啊,對 小子是要游泳 喂,我在釣魚 那隻精靈受了傷 你要馬上帶他去精靈中心 上面有一個 喂,等等 那是我的 好,偷斜去什麼 好 然後我們又要進去 進去上盤市 你真的烈了 不讓你通過 小子把精靈球放在比卡超身邊 你知不知道我哪個 純白鎮小智 將來性是世界第一 很可惜 去到十年後 是不是十年後 啊 十幾年 都還沒拿到大師 可惜我本書給你了 比卡超 把他打低了 他放了強大的電力 以及迎合著閃電 使用超級電擊 電死那群獵獵 哇 鳳凰出來了 這一幕是有鳳凰出現的 好像是臨尾 臨尾 臨尾出了鳳凰出來 OK 而小智當時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單車也爛了 然後就這樣弄爛了燒下單車 好 我們繼續走 上盤市 哇,你那隻精靈哪裡來的 你的精靈 不好意思,我要繼續追查小偷 你的精靈傷得很重 讓我帶你 好了 這個精靈中心 這個精靈中心做得很像 因為一開始上盤市 都好像是這個形狀 OK 喂,終於找到你了 你竟然在這裡 看看你把我的車弄成怎樣 你騎著他走也算 還被閃電砍到這樣 你背上我不會化憂 好了 OK 喂 性格急躁 近身攻擊對手會麻痺 好了 好,既然你誠心發問 我就大發慈悲告訴你 為了防之世界被破壞 防守 守護世界的和平 故此愛與真實的邪惡 可有迷惑的反賣角色 武裝小似郎 我們珠索是銀王的火子迫斷 八棟白色的明天等著我們 就是這樣 我們是來偷職靈的 你敢阻礙我們? 好 這個不是我第一次戰鬥 被加超電死了 我會不會輸的 應該不會吧 既然說是教學應該會贏 電死了 嘩,中毒 昨天我們為什麼沒有那個毒樣 好,完成了 有了,現在彈出來了 你成功了 那個教學是喬醫告訴我 這個教學 算了,現在我們要偷走 精靈中心的精靈 那隻隨著我見的比加超 是阻止不到的 好,很討厭的感覺 就這樣電死了 這個被火箭兵團電走了 這是什麼 上門市道館 喂,英俊 大哥,現在有事不接受任何挑戰 啊,在說的是板木 大哥 這是什麼 川越植物園 門鎖住 好 這裡沒有東西買 什麼呢 沒有什麼特別 暫時應該是向左邊走 是不是找小某 這裡沒有東西 那邊有 我們看看城鎮地圖 看什麼 哦,都是這些樣子 好 小拉達不足 勝利之路 有了有了 喂,年輕人 難道不知道這個洞院 鎖住了非常高的精靈嗎 只有最熟練的訓練師才可以通過 不好意思,我不可以給一個缺乏經驗的訓練師通過 怎麼搞的 不斷彈 我想 我想 這個什麼 月級升 可以嗎 5 打完100 可以嗎 說實話 精靈好像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情況出現 可能網上遊戲 非常多這些情況 你5 打一隻 70 50 40 就會連升幾 很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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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抓那隻的波波 哪有波波抓 毒蟲 不要 我記得小智是有巴他碟 但最後是放走了 因為好像要 要去 不知道什麼繁殖 有了 馬上有給什麼 OK 巴他碟跟我另一隻巴他碟 遠走高飛 扔走了小智 好了 看這款是蟲系 上面那個人 好 飛沙腳 好 就這樣 刀光蟲 電死你 哇 總毒 救命 總毒就比較大劑 是不是不會扣 又扣血 糟了 我還沒有道具 剛剛有見面 我在等你的精靈 把他的比卡招交出來 他比卡招非常罕有 可以超越自身等級的招式 大劑 只有7 看來要死回去 烈暴風 打不痛嗎 烈暴風 毒死了 給我56元 不要緊 這些 這些 因為還沒回血 比卡招 一回血他就輸了 好 之後是向上走 我記得 向上走 不是 好像向左走 一來就 我應該會照著小智玩動畫的竹 大致上我也記得小智有什麼重 就有三個主角 小火龍 車力龜 以及奇異種子 也不會讓他進化 因為小智沒有進化 只有噴火龍有進化 火子兵團不在 是不是打完一次就不見了 學了電磁波 走了 好 那個蟲 好 欸 那幾個是不是有個人 是大鴿 對 這隻是大鴿 玩了很久 變難 我忘了看他的對白 這次大劑 搖尾巴 先搖尾巴 搖尾巴 OK 烈暴風 多來兩下應該玩完了 搞定 還有鐵甲俑 說連星三 超強變化 超強變硬的鐵甲俑 這隻是 好 喂 有個大針鋒 一大針鋒群 什麼意思 有一大群的大針鋒群 靠近近 快點躲在我的小木屋 嘩 小木屋 有解毒藥 馬上偷了這些東西 希望你已經吸了幾個鋒 小木屋 那大針鋒差點拿 你知道嗎 在你之前通過的時候 我三個 純白鎮訓練師 都是非常厲害 跟他們每一場的戰鬥都很值得學習 精靈都很強 像我這麼厲害的角色 都輸了三局 所以下年決心就撞到 純白鎮你一定要贏 跟他們比你 有很多東西要磨練 讓精靈休息好 就離開 OK 其實他說了有三個訓練師 但我是不知道哪三個純白鎮 你看到之前的大針鋒群嗎 我還聽到一聲 是不知道 另外兩個是誰 小木屋就是其中一個 另外兩個 好像是沒有出場 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最近 我就 打算回看這個Pokemon 無人版之前 即是骨子聯盟之前 那幾 那一大堆 即是一至八十多站 我們已經看了 之後那些都沒有時間看 這個爸爸是誰 這個武能 皮尾線代表灰色 這個是石頭的顏色 這個城市一定以石頭明明 我叫做 武能 而你只站在我的商品上面 為什麼要買一些石頭 攜帶後岩石技能上升 打一個 這個可以打得贏嗎 我記得這個是誰 這個好像是小光老爸 還是什麼 好了 可以把精靈提升 這個能力值 好 到中心 你什麼 一個威章都沒有 兩個人打聯銘 一招 你 被人騙了 他就說 岩石是沒有岩石 現在 打這個管主 就一定輸 打小光 好 我們看看這間屋是什麼 唉 跳了出去 這間是什麼屋 歐山仔你好 健美達人 只需要一顆黃色方塊 黃色碎片就可以強化你的精靈 不知道 怎樣強化 好 什麼人啊 你是小光 管主 因為第一次來到這個道館 比加超 這個是最可惡的時期 不用給 根本沒有可能贏到 不過沒有辦法 身為管主 一定要挑戰 好 怎麼打 我打不贏 電力可以 我打不贏 電力 OK 比比鳥 封殺一腳 嘩 逆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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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死 快了 停收一下 到此為止 你精靈還沒有強大可以對我有威脅 你修練才回來 救我來 對 這個是師父 小光的父 每個人都失敗的時候 但也不可能被這件事打倒 小光非常厲害 他的才能完全可以讓他走得更遠 而且不只是一個道館管主 但小光有十個兄弟姊妹 十個姊妹 不是 弟妹 要照顧 所以他沒有辦法參加聯運 他沒有責任的父母 離開家做治療家 之後再沒有回去 他的心碎的母親努力維持這個家 但最後還是去世了 去世了 小光唯一的依靠就是這些弟妹 你認為他們可以打贏嗎 你在水電廠 跟著我們 然後幫他做特訓 這條河推動著水窩輪轉動來發電 之前曾經產生了多餘的電力 並且形成了一個高能量球 我想這個能量球比你的比加超一定厲害 拿著他吧 有了電豬就可以打贏了 已經訓練了 好 我想沒多游泳 有了 很怕沒得裝 電豬這麼厲害 一定要裝 等一下 我再看一次 電豬好像是加雙弓 加特攻嗎 忘記了 我記得 新的一版好像不只是加一樣 我現在打不打贏 拿了電豬 你怎麼得到足夠的教訓 你的比加超根本不是對手 你就是初學姐 我作為管主 我必須接受所有挑戰 所以快點完結 小拳石 電而已 減了我的攻擊力 一來 叫 電 電不入獄 電 電 叫 叫 叫 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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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劇 烈暴風 打都打不入 烈暴風 繼續 烈暴風好像扣得多一點 希望他不要吃藥 好 可以 他打我 非常好 慢慢兩滴兩滴 就這樣扣 一滴完就可以 搞定 好 比加超發出的電擊 觸發了耍水氣 不過不要緊 讓我結束這場戰鬥吧 把你哈華哥的辛苦栽培出來的大陰蛇 我們的大哥是付出了心血來培養他 這裡他的弟弟好像抱著小子 大小人 這個光明正大是比賽 無論發生什麼我都會繼續 我不想繼續 不如停吧 停吧 好嗎 飛沙腳 不要這樣 我還沒練 讓我先練一下 好嗎 好嗎 好 這裡真的輸了 OK 我們今集到這裡 勝呼的其實不太特別 可以讓我回憶動畫的劇情 非常好 還有大部份的劇情都應該有跟 因為 我至少記得的都是知道 知道佔下來是什麼劇情 我們下集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